终于毕业了 今天要和恋爱四年的学姐求婚 好 学姐 这么多年你还是带我呢 哈哈 联联 走吧 我送你回去 咱俩去吃点什么 太饿了 你怎么了 你是身体不舒服吗 还是工作遇见问题吗 也没什么 那这样吧 我带你去个地方 有个很重要的条件要跟你说 你先等一会儿 有个很重要的条件 啥事啊 咱们两个封开吧 什么封开 你觉得 我们两个未来有什么样的条件 未来 好像这四年 我都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你看 你两个未来都没有考虑 我们两个四 没有什么样的条件 当她把伞低给我的那一刻 我才知道过去的我有多么的幼稚 每天只需要考虑 吃什么喝什么 而真正忘了一个女生 真正想她 哎 别别别 你拿着吧 这也是 情绪 欢迎早聊了 最好的爱是放手 而不是纠缠 再见 她可能也在等我说些什么 但现在的我什么都给不了她 相爱的人终有一天会相遇 只有变好才能给她安稳的味道 爱意随风起 风直一南平 车水马 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引动分拨 而我也不例外要去找工作 希望自己可以顺顺利利 我们的工作 虽然起步时间不长 反正是我们发展的速度 是非常快的 是她 她好像没有看到我 还是不打扰 好 谢谢 从没有这么的希望收到一条信息 可是好几天过去 她也没有给我答复 就在我准备去外地里 我收到了那条我期盼的信息 爱爱的回忆归险 又是她的